另外现代人也越来越重视宠物 就连民宿业者也开始重视宠物带来的商机 宜兰县乡村民宿发展协会就特别请来了宠物民宿业者 指导同业如何接待毛孩子 随着现代人对宠物越来越重视 也直接反映到各种宠物商机的产业 就连民宿业者也开始重视这一块商机 宜兰县乡村民宿发展协会 就特别请来宠物民宿业者 指导其他业者如何来接待毛小孩 例如用礼帽带来解决上厕所的问题 就比方说狗狗尿尿的问题 然后吠叫不停的问题 它再来就是甚至会有行为偏差 比方说攻击陌生人攻击陌生的狗的问题 所以说这些是在民宿接待上的一个 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地方 那很多的业者 因为狗狗的这些问题 它本来很热心地接待狗狗 可是因为这些问题常常被打枪 然后最后就变成说 不接待这些毛小孩 其实蛮可惜 因为狗狗经营到现在 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 其实困扰并不多 那有遇到问题的话 其实都可以用比较好的方法来迎刃而解 比方说我们现在狗狗有穿戴的这个是 那狗狗它们通常会有那个要站地盘或坐记号的问题 那只要让在民宿准备这些 那狗狗就不会出现到处乱尿尿的问题 宠物业者也分享接待毛小孩需要方法 就能大大解决废教或是狗咬狗的问题 因为没有教不会的狗狗 只有教不会的主人 那还有就是说如果狗狗会有一些胆怯 或者是过度兴奋 造成一些吠叫不停的话 那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帮助 让这个毛小孩在进入到住宿的地方 让他们安静 然后可以让大家都得到一个好的睡眠 然后甚至在用餐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用餐的环境 不会吵杂 我觉得我们经营到现在为止 其实狗狗它们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那大部分最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主人的身上 有一个专家讲说 其实只有教不会的 没有教不会的狗 而是只有教不会的主人 对 宠物接待的课程分享 民宿业者更了解宠物的需求 便给予协助 不仅毛小孩开心 业者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客源跟商机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波导 不仅毛小孩开心 不仅毛小孩开心 不仅毛小孩开心